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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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仙君 你顿时一把揪住土地的胡须 你快说清楚 那仙君姓甚名谁 长得如何 哎哟哎哟 你先放开老朽啊 你顿时松开手 土地呼了一口气 接着说 听说他仙号月华 容貌俊美出臣 病性更是轻之 乃是上古佛登天华竹的竹心 几百年前 仙魔大战之时 坠于凡间 如今终于归位了 李宗盛 李宗盛暗自松了一口气 应该是他 没有错 他应该没有出意外 可是他 这百年来 怎么不来寻我 这位仙君 可真是苦尽甘来 如今 更要和那 四皇天女 有情人 终成眷属了 老朽都收到了 官里的请帖呢 顿时你如遭雷击 你说什么 土地老二 你说清楚 谁要成亲 是归位的月华上仙 和天地的一女 四皇上仙 你顿时立合一声 他要成亲 本座还在这里 他成什么钱 结的什么眷属 世间博信 伪君莫敢赴 君若赴我 我便赴天命 那一刻 你心魔重气 我们黑化了 我们黑化了 我们都变样了 我们的眼神 都已经 都已经降了 邪气入体 风云变色 山河百川 皆震荡不已 万妖发出力吼 我要她亲口为证 众妖 可愿随本座一起 攻上天剑 踏碎灵霄 众妖一口同声道 一口同声道 自当跟随女王 我从未想过什么三界至尊 却只执意 攻上九冲 法力强横 势不可挡 直攻至南天人外 大胆妖孽 你还要反了天不成吗 是妖是仙 由谁来定 本座 只要你们还我狼君 我狼君姓白 明月华 众仙家面面相去 无所罢道 月华上仙 岂会和你这种低贱的妖孽 有何瓜葛 月华上仙 乃是燃灯佛祖身前的灯心所化 与司皇上仙 乃是天造地设 相辅相成的一对 我夫君教我 众生平等 不过原来 她是一节灯心 极妙极妙 这回 她可不能再说我是个东西了 妖怪 你胡言乱语些什么 今日乃是月华上仙 和司皇上仙大喜的日子 谁说灯心就偏要陪灯心了 我这朵王莲偏要缠灯心 今天我要带回我的夫君 你们谁也拦不了 你一掌击出 宫门玉碎 妖孽住手 白月华 突然 一声熟悉的声音 一声熟悉的声音 你猛然停住了手 却竟一金袍男子飘然而至 银丝似血 俊眉如画 夫君 月华却皱了皱眉 你认错了 认错 我脑海中 揉摸了千遍万遍的容颜 怎可能认错 即便你画成了灰 本座也认得出 不管你是负心还是变心 你得要给本座一个交代 你豁然出手 抓住月华的手臂 灰秀道 退 眼下都打到南天门了 有些老妖不甘心得到 刚才那个不是那谁吗 不是咱们拿血腥果的 那个老头吗 真是贪心不足 你欲在寒道 却见一道金光刺眼 原来是佛祖的援兵道了 你猝不及旁间 左手还牵制着月华 只好抬手硬挡 无数妖怪发出惨叫 你却毫发无伤 你睁眼一看 却是立即挡在你身前 姬儿 女王 快走 她立合一声 你猛然后退 立即飞身离开三界 立即的身影消散在了天际 你心中心痛不已 回到月剑谷中 你沉默地放开了月华 她皱眉看你一眼 却没有自顾离开 你从河中 取出一粒莲花籽 这是立即的原身所留 月华见你悲伤不由道 妖孽 是你咎由自取 还害了旁人 你抬头看那一眼 却不出声 默默施展法术 将莲花心 埋入河土中 立即 白年之后 你我便能重逢了 你喃喃道 月华面露惊讶 女妖 你还会救人 你不由恼怒 什么妖孽女妖的 难道你连我的名字 都忘了吗 我不认识你 月华淡淡道 你心中异酸 白月华 你说谎 你只是不想承认 对不对 你不想承认 你对我的誓言 你曾于本座 花前月下 海誓山盟 本座给你的玉佩 你也留在身上 连本座救下的鸟 你也带在身边 你平和说 你不认识本座 你休想 月华微争 似是不可思议的 摸了摸身上的半块玉佩 而瑟瑟躲在她怀中的鸟 也探出头来 叫了两声 便扑上的翅膀 飞向了你 我爱你 我爱你 瞧这亲你的刘儿 你鼻子一酸 赫然抱住她 两久无声 明明离得这样近 却不能贴近彼此的心 我已修回先身 往日种种 皆已忘却 你又何必如此执着 你心中一痛 忘 你怎么能忘 三天 给本座三天时间 若你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本座 自当毁天庭任由处置 月华君 面露不解悲悯 三天之期 你带着她 走遍一同踏过的地方 这是你常给我买命剑的地方 只是如今 都破落了 月华微微摇头 这是你我修炼的地方 我曾教你一套 一心二用之法 你可记得 文言月华微微一争 你心中微动 的确有 却不曾记得是谁说的了 你面露失望 月华君见状 也不由神色一动 这里 乃是百年前 你飞升之时 我拼命护在你身前 替你挡下了九道天雷 你应我 娶我为妻 呵护珍惜 你可还记得 月华君 文言 无声看向天际 似有所绝 女妖 即便你所说都是真的 但是你我 仙妖殊途 你更胆大妄为 犯下 不可饶恕的天规 你我怎能在一起 你低笑一声 阳气 如云发丝 情之所重 即便一措到底 本作 也干之如意 月华君 微争诗神 三日之期 转瞬即逝 月华始终未想起那些往昔 你终于 不免心灰意冷 是本作书了 你走吧 月华君顿了顿 灵 话音未落 突然天色大变 女妖风铃 还不束手 就擒 你淡淡看向月华君一眼 原来 你早就想抓我 月华君神色巨变 狠狠抓紧了手臂 来吧 你随意张开手臂 顿时无数枷锁上身 你造反作乱 罪无可赦 天地盼你三日之后 只行诸仙台上 夜火焚烧之行 你在漆黑的地牢之中 动弹不得 脑海中 描摹那人出尘容颜 心中酸楚 你许我 花前月下 天荒地牢 却又困我 炼玉索妖 夜火万丈 原来情之一字 如此难熬 浅尝一口 便万劫不复 你暗自垂下头 却听得一声开门 一声门开 黑暗中 见一轻女女子 愤怒地看向你 似乎 要将你活活 要将你生吞活播般 你心中了然她身份 四皇天女 不错 四皇微惊 却又很快冷笑 妖女 你回我姻缘 忠实恶果 她本是本座的夫君 你们哪来的姻缘 云淡风轻傲然道 更何况 贝秦也是本座甘愿的 若非如此 三界之中 谁能困我 除了她 四皇顿时花容扭曲 你胡说 她是我的 我们才是天中 最般配的一对 你该死 你该死 你法力通天又能如何 她很快便要和我成婚 你心中一通 面上却不显 本座的确要死 从此你们就不用惶惶不可终日 你 四皇面容扭曲 歇斯底里的奸生叫道 你不敢 他更不敢来找我 我绝不原谅你 四皇猛然出手激向你 你浑身 法力 废废 恍如凡人 不由苦涂鲜血 怎么 你还要先出手吗 不怕她 更加难以忘记我吗 你冷笑道 四皇面色一变 似乎是有些僵硬的 从身上拿出一对 拿出一瓶丹药 这是 是你逼我的 妖女 四皇掐住你的下巴 在那丹药灌入你喉咙中 你无力挣扎 却还是吞了下去 刹那间 头中一阵剧痛 浑身似乎要被撕裂一般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散魂丹 吃了它 你的三魂六魄 便会四处分裂 不得恢复 你文言浑身去震 它怎会有 如此邪度之物 你四季词 不力瘫倒在地上 似乎 一时在逐渐消散 万妖之尊 竟是如此凄惨死去吗 一时模糊间 却见一金袍男子的身影 月华 你来救我了吗 耳中却听得 我白月华 答应四皇 永生永世 保护四皇身前 常伴皇儿左右 与皇儿长相厮守 若为此事 便让我灰飞烟灭 永世不入轮回 你心中 一阵剧烈绞痛 撕心裂肺 字字诛心 这算什么 本作用算什么 白月华 为什么要让我听见这些 你惨叫一声 猛然从那些痛楚者的 回忆中惊醒 不 迎接你的 是一个穷厚的怀抱 你满头大汗 像是抱住了一块浮沫般 那人似乎蒸了蒸 然后有些僵硬的 安抚你的背 丑花 没事了 有无在 低沉而富有雌性的嗓音 微微收回你的意识 你抬头一看 不冷 不由露出惊讶 赤霄魔尊 我怎会在这里 你缓缓松快怀抱 赤霄 不住痕迹地握紧手 扫尸四周 似乎是魔戒的建筑 我又回到魔戒吗 你从九重天坠下 我感知赤火猪破碎 便赶了过去 你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是你的赤火猪救了我 赤霄点一点头 神情微微复杂 赤火猪乃是本作心头邪所画 百年前曾吸入风铃 一缕残魂 为了救你 珠子破灭 残魂也回到了你身上 无尽没有想到 你就是风铃 原来如此 你恍然大悟 百年前 自己吃下了离魂丹 魂魄四散 其中一魂 不知怎的究竟去到了现代 那龙印说自己回来 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地方 原来是没错 原来 你从来都不是穿越 如今魂魄终于归宁 可是自己现代的魂破回来后 身体怎会化成一颗狗尾呢 而且 自己吃下离魂丹后 又发生了什么 自己怎么会还活着 你心头 依然有一丝疑惑 好 那我们这期呢 差不多就到这里 然后 大概讲一下 大概就是 我们的女主呢 她呢 一开始是一株狗尾吧 然后她是穿越来的 她本来是现代 后来发现呢 现在只是她的一丝魂魄 然后她回到 这个 这个时代呢 是为了跟她的 所有的魂魄一起归位 刚才是她的回忆杀 就是回忆她之前 还没有就是魂魄 魂飞魄散的时候的事情 然后现在呢 是她现在 魂魄归位之后 又回忆起了之前那些往事 然后她现在就是 已经魂魄归位的时候了 接下来我们下一期呢 就要一点一点的 解开这些谜团 我们这期先到这里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